更高的支费 更差的信号 更短的续航 除了这些5G还给你带来了什么 你说人类科技要进步 是的呀 可我是用户 我又不是科学家 你说物联网 我没见人用过 也又有几个人 有那个财利益去感受物联网呢 你说远程手术 中国有1600多个线 你们线程难道已经普及了 而无人驾驶 好像是不合法的吧 招最贵的游 走最破毒 2G到3G的那个夜晚 我用我的赛班系统下载了一个微信 因为朋友说微信可以发送语音 后来还支持了视频聊天 一夜之间我从古代穿越到了现代 四季黎明的那个清晨 我的i4-6响了一声 微信收到了第一条朋友分享过来的搞笑视频 视频时代的虚无正式拉开 5G出现的那个中午 艳阳高照 我的手机突然变得很烫 快充实的 正式到来 像我们在卖iPad的时候 支持4G的只是象征性的规格一两百 目的是为了形成差异化 而支持5G的iPad 差价都是500起跳 我也知道这是不值得的 但没办法 价格是由供需关系所决定的 不是我能决定的 在那里上 就算好的 我不顾了 我还在这一步的